今天上午在台北市巴德路 三段的发生了是一家五金杂货行的气爆意外 一共有七人受伤 六人被紧急送一急救 现场居民被看到这样的气爆情形全部吓坏了 那么警销初步研判 气爆的原因疑似就是因为店内卖的喷焦发焦 市场内人来人往突然发生气爆 再看一次停在店门口的机车骑士 被突如其来的气爆给震了倒地 赶紧抱头逃离现场 一旁的民众也纷纷走壁 附近许多的店家遭到波及 我刚好在跟他介绍玩具的同时 然后这边就发生剧烈的气爆 然后因为在那之前 我们也都没有闻到瓦斯味什么都没有 气爆现场一片狼藉 玻璃碎裂家具也被震毁 可见当时的气爆冲击力有多强 一名逛街的妇人 还被气爆震碎的玻璃给割伤 痛得坐在一旁等候包扎 然后阿姨就可能她就站在我的 左边这样子 然后整个玻璃随便整个飞出来 然后她就全身都被玻璃给刺到 这起意外发生的突然 地点就在巴德路三段的中轮市场内 这家五金行 店家及路人 共有七人受伤 总共有六名伤者送医 总共有三位女生 三位男生 还有一名路人 他因为些许的割伤 那他不愿意送医 气爆发生 他们有被玻璃割伤 以及那个老板的腿部有受伤 还有一名女性员工的一个背部 也有被玻璃割伤 索性没有大碍 景潇在现场调查 气爆原因 初步研判 气爆点可能是店内贩卖的 喷雾法胶 只是威力如此强大 喷雾法胶又为何会突然爆开 景潇还在厘清当中 记者综合报道